12日,有网友在香港太古广场偶遇,正在逛街的张国立和妻子邓杰。 照片中,张国立夫妻两人一前一后,各走各的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两人不是夫妻呢。 今年63岁的张国立头戴草帽,身穿蓝色衬衫和黑色裤子,走路的时候小心翼翼,很有一种老干部的伴儿。 走起路来,眼睛直视前方,手臂摆动的幅度也很小,看着很绅士。 而60岁的妻子邓杰则是背着包走在前面,穿着涂鸦、牛仔二套,在她时不时东张西望一下,和老公张国立比起来略显活泼。 两人结婚,29年,却一直没有要孩子,但侄依旧非常恩爱。 据悉,当时邓杰认识张国立的时候,张国立还是一个有妇之夫,不论是名气还是长相都不及当时的邓杰。 为了和邓杰在一起,张国立和前妻离婚,并且在离婚嫌疑上开出条件,那就是不允许张国立和邓杰生孩子。 而前妻生的儿子张默多年来和邓杰的关系也很不好。 曾经有一次邓杰意外怀孕,张默立刻离家出走,想回四川找生母。 就这样,邓杰无奈打掉了孩子,邓杰一直把张默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,可是最后张默还是伤透了这个继母的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